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症这个节目, 又到夜晚了, 今天晚了和大家做节目, 已经去到6月1号的凌晨时分了 今天节目讲什么呢? 今天节目主要是讲关于六四之前发生的有几件事, 连带我也有点补充一下, 昨天讲47人案的一些重点, 希望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一些广告, 和利用Superfans的功能赞助支持本人,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六四已经去到35周年了, 35周年张志之制, 香港近年已经没有再公开悼念的空间和自由 而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书记, 在前日的时间5月30日, 在公教部刊登文章 就是就是每年这时期, 就是每年这时期, 点点点点点点点, 就是省略号 他就说, 只35年前的事, 都在我们内心某处留下深深的创伤, 尽管它已经被掩盖, 或者已经结家, 尽管如此, 我的信仰, 触动我要原谅任何人与任何事, 宽恕不代表忘记, 但它能够提供一个先决条件, 让我们内心得享 自由。 他说, 虽然记忆已经没有以前正式, 但内心感觉仍然存在, 既然是说六四, 信仰触动到它, 信仰触动到它, 其他人与任何事, 宽恕不代表忘记, 但它能够提供一个先决条件, 让我们内心得享自由, 令所有人得享世界更光明的未来。 这就是他的说法, 大家同不同意呢? 我先讲一下他的说法, 他在文章讲到, 每年这个时段, 无论有些人几希望三十五年在首都发生的告一段落, 但它仍然令很多人不安。 他说, 当年的事在我们内心某处, 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尽管它已经被掩盖荒耳结架, 却仍是伤痛, 需要适当处理。 他明白不能空等, 而是要继续向前, 但不是说我能够忘记那天晚上和接下来多个星期所看到的, 以及深深所感受的一切。 但天主教信仰, 祝同他要原谅任何人任何事, 也只是透过宽恕, 才有修和和治愈的可能。 他这样说, 我会这样说, 他在香港这个大环境之下, 周书基侠在这个大环境之下, 说出这番说话, 我明白他不提六四, 不提屠杀, 不提八九民运, 这个绝对明白, 现在是风声学吕, 我这个完全明白。 他依然是很勇敢地说出, 不要忘记, 永远铭记这一刻, 我这件事已经清楚, 讲到是创伤, 讲到是掩盖, 讲到是不要忘记, 这些我都很认同。 亦都很认同他, 亦都很欣赏他在现在香港的恶劣环境之下, 讲到这些点。 但他加上宽恕的这一点, 就恕难久同。 我的地方就是说, 宽恕不代表忘记了, 但问题就是, 你是不是现在这样, 就要宽恕。 而天主教信仰, 或者对于基督宗教的信仰, 是否触动一个信徒, 是要原谅任何人, 任何事呢? 而原谅任何人, 任何事, 是否有前提呢? 包括了, 你先要看到对方做错事, 做得很错很错事的一方。 他是不是要先要道歉, 先要改过, 先要消除影响, 为何这么像我之前, 讲某个节目那些东西。 先要道歉, 改过, 消除影响, 抚平相同。 在六四来说, 当然涉及到赔偿, 涉及到问责, 天安门母亲不是什么? 再说一次, 真相, 赔偿, 问责, 这件事是基本的原则。 天安门母亲都坚持的事, 我不相信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是不值得坚持的。 而我们的天主教基督教的信仰, 一定涉及到, 不是一种无条件的爱。 我们对上帝可以有无条件的爱, 但对人是不可能有无条件的爱。 父母子女之间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事, 这是人的人性来的。 但人的心灵、熟灵的生活, 当然是人对神之间的爱, 神对人的爱的问题是无条件的。 但人对人之间的所有的事, 必定牵涉到人的罪性。 而面对人的罪性, 不是什么都用宽恕, 是原谅任何人任何事的。 是应该反过来, 不是宽恕提供先决条件, 令人内心自由。 而后, 而是要讲真话行公二号联吻为前提, 作为宽恕的条件。 在六四这件事, 就是认错, 改过, 接着要做修复, 要做应该要有的微补。 这个问责也要做到, 这才是真正宽恕的条件。 我记得十几年前, 柴令写过一本书, 说他已经成为基督徒, 于是宽恕了六四所有的事, 即是徒乘这件事, 我觉得很荒谬, 当时很多人对他来说有很多批评, 今天周书基不要成为另一个柴令, 我觉得他不是成为一个柴令, 不只说一些垃圾的事, 而且他所做的事都令人很多争议, 这个我先不说了。 但周书基本身是否应该要在这个地方说清楚, 讲真话行公二号联吻, 传谦卑的心, 与上帝同行, 才是真真正正我们的信德。 当陈日君书基经常说的信德, 如果无所负例的话, 你没有信德的话, 一切的修和、治愈、 宽恕都是不可能出现的。 你看看陈日君书基写过的文章, 翻译过很多以前教宗的文字, 很多的纪录, 其实都在讲这一点。 这一点才是真正正正, 不论天主教和基督教真正基督信仰, 对于耶稣基督信仰的精神。 这是我认为人基本的常识。 这个常识是什么呢? 这个常识是什么呢? 譬如说周书基, 假设你家人被人杀害, 当然我不想, 也绝对不想这样发生。 假设你家人被人杀害, 你会否原谅杀害你家人的人呢? 如果你会原谅的话, 世界大乱的。 因为那个人不改过, 不忏悔, 越演越烈, 将他毛泽东化, 搞文革2.0, 搞这个党国全面管治权, 你完全不说, 你只说宽恕是不通的。 如果我是周书基, 我会觉得, 你是不是说到那个, 不忘记, 创伤曾经, 又创伤, 已未掩盖, 已经结家, 那就结束了。 为什么要说宽恕呢? 你不需要说宽恕吗? 你只希望人家, 铭记这件事, 行功以好恋文, 传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 就说完了, 怎么说宽恕呢? 不到我们去宽恕共产党的, 共产党做这么多坏事, 哪个时候为他做过的坏事赌协呢? 丁蟹一样, 刘世良一样, 不过他们当然, 刘世良所做的事, 即是跟共产党屠城, 不得相提并论, 但都是错事, 有很多人很向怨的。 他认为, 刘世良这些事, 再说的话, 就是唐人街, 就是中华文化DNA, 各位, 当你面对虚假的事, 当你面对一些侵权的事, 而不挺身而出,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中华文化DNA, 香怨得之茶, 这才是电子唐人街, 所以我再说一次, 物以少过, 而不微卜, 你不可以因为共产党犯的错很大, 杀人, 屠城, 那他当然不会道歉, 因为他道歉的话, 他整个政权的基础就会地动山遥, 要追究的事太多, 六四只是整个中共暴政的冰山一角, 那他都不道歉, 不认错, 不赔偿, 不够责, 我们凭什么宽恕他呢? 我们没有所苦力的, 如果我们宽恕这些邪恶政权, 怎么可以呢? 潘霍华、牧师在纳粹的时代, 坚持行攻二号联吻, 坚持不同纳粹同立合污, 营救很多接近被杀害的犹太人, 他有没有宽恕过纳粹政权呢? 最后没有, 纳粹政权临崩溃前将他杀害, 他仍然觉得, 是上帝会要输他所有的前陈, 而他认为自己行公业好联名, 有信德, 继续奉这条道路, 这就是我们要的人, 约翰保禄二世, 天主教教宗, 我小时候的教宗, 他和列根和戴翠夫人三头马车, 促成了苏东坡的情况, 即是他们共产主义, 一个共产国家崩溃, 当时呢, 就是他继续坚持这份精神, 只有受过磨难的人, 或者受过磨难的教训的人, 未必是亲身受过磨难的教训是什么的人, 才深刻看我刚刚说的这句话, 人对其他人有罪人, 对罪人的宽恕是有条件的, 不是无条件的, 而不是你把呼噜视为最大光领, 原谅任何人任何事, 你的信仰如果触动到, 你原谅希特拉, 列宁, 史太林,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 和习近平, 他们所做的千千百百样的错事, 你是要原谅的话, 你当你自己是神, 不要妄清自己这种东西, 你无法原谅的, 就不要虚言原谅, 而如果你真心原谅的, 我不只是用江来形容, 再觉得是不惜真善美之所在, 真善美性之所在, 我不想骂周书记骂得太超过, 我也知道他在这个环境之下不容易, 你想一想, 如果他不是在这个位置, 一个这样的教宗, 会不会任命他成为, 这个香港的教区的主教和书记呢? 可能他已经没有那么坏的选择了, 因为如果他不在的话, 可能更坏的选择, 我觉得周书记不是十恶不赦, 但这句这样的说法, 是有可圈可点之处, 即是有值得讨论的地方, 修和和治愈, 是讲真善美性为根据, 而不是靠人对人的原谅为根据, 一种大爱, 包容, 如果没有条件的话, 是相当可怕, 这个我先有言在先, 那六四这件事之外, 我今晚还看到一些比较精彩的新闻, 精彩的新闻包括了, 大家知道香港人, 人心不死, 这个人心不死, 六四三下五周年, 狮子山亮起六四的灯光, 根据智行亚洲电台的报道, 六四两个字, 成为今年港府敏感的课题, 不过一帮香港人, 无据洞黑, 到狮子山顶, 高举写上六四, JUN4, Glory to Hong Kong, 等灯牌, 而英国港人组织列斯手足连线, 收到匿名投稿, 说一众香港人在迷舞女登山, 荣光照亮施至山顶, 登山者梁先生认为, 对于香港人来说, 永远不会忘记八九六四, 到六四成为香港人的回忆和传承, 提醒大家对过去的记忆和未来的希望, 这些都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但梁先生说, 今时今日的香港, 再无六月四日, 至于五月三十五日, 即是不准说了, 即是看到周首人书记都受到这种恐吓, 他都不敢说这些说法, 这个明白, 我不会怪这一点的, 我再说, 我不会怪这一点, 我只怪说宽恕这个字, 其他日子稍若不慎, 用词不当, 都可能惹祸上身, 香港人已经无所谓的免于恐惧的自由, 他明白为何恐惧, 但希望香港人在禁声中, 仍然记得2019年为何切夜难眠, 梁先生寄予香港人要保持理性和冷静, 建立社区网络, 以減轻孤独感和保持身心健康, 建字喝水, 希望大家都不会受担惊受怕。 详细地读一读给大家听他的说法, 登山者梁先生说, 香港数字记录历史, 数字从来记录了重大的历史事件, 令人容易回忆当时发生的事, 近年最令全世界印象深刻的应该是911事件。 对于香港人,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八九六四, 悼念六四事件成为香港人的回忆和传承。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 亦是对自由和民主价值的坚持, 他们提醒我们对过去的记忆和未来的希望, 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刚刚也说过一段, 他说, 自2019年起, 数字更成为重要时间点和回忆。 有人可能因为恐惧而避而不谈, 有人仍默默藏于心里, 那些日子心中印记和香港血淋淋的历史, 成王败寇, 纵使历史如何被揣改。 因为我们这一代, 不论是流亡海外或留下来的, 都要保存真相。 正如我们当初保留六四真相一样, 有多少日子你还记得吗? 记不记得呢? 6月9日, 6月12日, 6月16日, 7月1日, 7月21日, 8月31日, 10月1日, 希望大家以后都记得。 今时今日的香港, 再无6月4日, 5月35日, 其他日子稍有不慎, 用词不当多能惹祸上身。 香港已经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了, 你害怕我明白, 你恐惧我理解。 只希望香港人在禁声当中, 仍然记得2019年为何切夜难免, 一连串的日子并非只是数字, 而是我们的经历和真相。 当大家怀疑六四的意义, 左膠带出来的所谓发展民主中国, 其实已经蜕变成本土主义, 捍卫香港核心价值。 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左膠带出来所谓发展民主中国, 或者建设民主中国, 其实已经蜕变成本土主义, 捍卫香港核心价值。 梁先生也寄予大家, 一保持冷静与理性, 他说政治环境可能变坏莫测, 但我们应该保持冷静, 不受情绪左右, 理性思考和行动有助于克服恐惧。 二建立社区网络, 与邻居建立联系, 互相支持和分享资讯, 社区网络有助于减轻孤独感和恐惧。 三保持身心健康, 运动、冥想和亲朋口语很有交谈, 有助于减轻压力和焦虑。 免于恐惧的自由, 不单只是理念, 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追求, 令我们更共同努力, 历史不断重复, 由历史数字上, 许得到啟示, 我们已经示范了路要如何走下去, 应该由人民决定。 这就是梁先生的说法, 见顾就休息, 见字有五水, 台湾加油, 慰劳取乱, 慕望2019。 另外有一位登山者盧小姐表示, 慕望64, 69, 612, 615, 616, 629, 630, 这里禁制游行集会, 就令游行集会在全世界遍地开发。 这里禁制唱歌, 就让歌曲响遍全球。 所以香港那么万爱, 全世界播放, 香港禁愿荣光归香港, 全世界禁一播百, 你再禁二播二百, 禁三播三百, 禁四播四百。 荣光早就刻落在每个香港人的心目当中, 禁制只会令歌曲, 全众更久远, Glory to Hong Kong, 愿荣光归香港。 这就是我们心心念念的事。 六四已经不只是一个中国北京屠城的事件, 一个屠杀那么简单, 而是我们每个人心心念念的一件事。 这个六四前后的时间, 我们会不会觉得大气压很大呢? 是的, 即是看到周幸彤案, 我们前面也说过, 周幸彤, 刘华真, 刘家宜, 关振邦, 陈堅琴, 李仁知和潘友华被捕。 国安法, 即是二十三条立法的第一个案例。 47人案, 5月30日和31日宣判, 这个宣判16个不应罪的被告, 14人判有罪。 而所用的法理, 即是根本上是完全是子虚乌有, 和混乱不堪。 我昨天在很长的一篇直播的节目里面都有讲到, 即是我们会再讲一讲后续的发展。 但我想说的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周首仁书记, 我不会强烈谴责他, 我觉得他有一些信念上的走偏。 而这个走偏如果不严重的话, 不会产生很坏的效果。 我感谢周书记能够说出了不要忘记的重点, 但他不需要将宽恕这件事, 是摆成为最高的价值。 OK? 那你说他不是摆成最高的价值, 其实都是说, 要信仰驱动我, 要宽恕所有人所有事。 其实这件事不是这样。 不要将有某些宗教, 叫你什么看得开啊, 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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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起性空的东西, 放在我们基督宗教里面。 其实这件事是很容易想偏。 当然佛教有他的思考方式, 我也相信很多佛教徒都明白到什么叫做戒定位, 但是记住, 如果你说到最后, 要将空其空去到最极端的话, 我想这种无限的retraction, 无限的倒退, 去本质化, 左交一点的名词, 去本质化, fundamentalism, 最后会弄到整个思想会失堕。 你在哪个地方叫停, 而剩下的一些吉光片语, 看一看, 是否真善美性呢? 如果是的话, 这就是走上帝的路。 OK? 另一个新闻是这样说的, 是一个不太好听的新闻, 由几名写信师在2021年9月成立的社交平台封讯子, 过去近三年除了写信给在囚人士之外, 也持续为社会联系较少的在囚者, 征求不友和代其他写信师去寄信。 很多谢你封讯子。 但他们在昨天5月31日在IG宣布, 封讯子将会在今年10月31日停止运作, 请把握时间和不友交换联络方式, 以便日后通讯。 他们也经以书信通知在囚人士, 如果有在囚者刑上征求不友, 需要在8月底前联络他们。 显然他们可能已经拎命其他地方去发展。 封讯子又认为, 庆幸和众人走过近三年时间, 余下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仍然会尽力支援, 请大家多多保重。 封讯子是一封信的封, 封起来的封, 封建,封禅的封下, 信是一封信的信, 子就是儿子的字,封讯子。 封讯子回复查询时, 停运预告发出后收到不少人关心问候, 有人担心他们面对打压, 强调并非因为政治因素决定停运, 希望外界持续关心在囚人士, 每封信都是一份关心, 即使任何囚权组织关闭也好, 不要停止写信。 在香港的旁听,送车,写信,探教,四保。 再说一次, 听审即是旁听, 即是在法庭下面跟车, 探监、写信, 这就是受苦难的共同体。 记住, 无论哪个组织停运之好, 一鸡死就一鸡鸣, 就算没有一鸡鸣, 自己单拖去写信, 一定有方法找到联络方式的, 不要当我们傻才行, 几多社交媒体都说到, 很多不同人士, 比如阿婷, 哪个人, 几个联络方式。 所以我们说, 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在各方面找到, 不要让自己藉口不写信, 希望大家多多关怀这件事。 是的, 这件事是很难看的, 你不会得到掌声, 写信又不会收到钱, 又不会收到人家的掌声, 是默默地你和囚友之间的关系。 说到尾, 人再造神再看, 这点我觉得, 我们在粉碎中共进灭全党之前, 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一点, 守住口气, 守住这股精神。 英国也5月35日的舞台剧, 有三天的上演, 我看到李永达各方面, 都说到这一段, 我都觉得很开心, 每个人, 每个人, 每个人是泛民也好, 搬拖也好, 其实最后都变成一个, 反共抗中的共同体。 这一点才是真真正正, 我们希望, 深深念念的事。 好了, 最后讲少了四十七人案的后续, 四十七人案当然, 旁听的也有很多的各国的领事, 刘慧卿在现场, 看到他兜着来说, 我不会怪刘慧卿说这些, 因为在那个环境之下一定会这样说的, 他认为, 现在最重要的是, 香港已经没有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 应该都明白了, 自由和安全是优先的, 如果大家想振兴经济, 才要有自由和安全, 而振兴经济也是相当重要的, 你政府说振兴经济吗? 我相信你来说振兴经济。 但你振兴经济之前, 是不是先有自由和安全呢? 你没有自由和安全, 何来振兴经济呢? 你自由是说什么呢? 真文自由, 言论自由, 集会自由。 否则, 法治和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当然会地动山谣。 同时, 我们在社稿文年都很勇敢, 四十七人案十六名否认控, 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被告, 在5月30日西哥狼裁判法院判决, 社稿文年四名成员在法院的范围示威, 但行到未开始被大批的警察包围, 期间阿牛曾建成高夫呢? 我们目的相当简单, 希望全部人获得释放, 全部人回家, 相信是在这里大家的心愿。 所以这个相当值, 这个相当好。 最后, 各人在开庭前被捕, 最终是未能旁停的, 包括了什么人呢? 被捕人士是主席, 陈宝盈, 毛嫂, 长毛的太太, 梁国雄的夫人, 当然, 陈宝盈很久都没有见过毛哥了, 真是。 今时今日他真是想去, 事严威就进去旁停, 但没办法, 被捕了。 所以5月30日, 看不到毛哥在庭上的一面。 相见善难, 别亦难, 春风无力百花残, 即是我觉得他今天的时候很难, 很难顶的一件事。 还有副主席周家发和余伟斌, 成员王浩铭和曾建成阿牛。 5人一直被扣留在长沙环警署, 通宵都未获得释放。 港警, 最终他们都没有办法去旁停。 香港警察回复Yahoo新闻时证实, 星期四,即是5月30日, 在西九亭外, 拘捕5人, 警方说是刚刚三男一女涉嫌, 未按指示进入法院, 并作出扰乱公众秩序行为, 未有理会警员警告。 警方拘捕4人, 电灵介乎32至68岁之间, 涉嫌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 另外警方又在法院范围内, 折查一名男子。 此期间公安男子叫嚣和拒绝合作, 警员同样以涉嫌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 拘捕这名32岁本地男子。 所有被捕人士证验证被扣留调查。 案件交由西九龙总区公众活动调查队第一队跟进。 这一点我们看到, 即使邓炳强都说有很多滋扰和扰乱秩序的行为, 去谴责这帮人。 所以香港很惨, 连社民连正常的示威都不行, 他们根本未举牌, 他们离开那个地方都未去到那个地方, 都未展示有关的标语, 已经被人塌了。 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 因为他不可能用非法集会或非法集结去告他, 因为人数少了五个人。 那你何来非法集结呢? 他用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 拘捕了他们。 拘捕这罪名, 是否起诉呢? 不知道。 是否放了不理? 不知道。 会不会用新的罪名, 例如23条国安法的罪名, 不知道。 你说有没有那么夸张啊? 哇, 香港真的什么夸张的都会有。 你看看这个国安处, 即香港警察国安处的总警司李桂华说, 就是完全将47人那些坏分子, 这些人完全抽出来了。 这些碎碎的政棍, 全部抽出来了。 全部运了。 这个就是这班人的心态。 邓兵强说, 就是说这班人不理香港的死活, 出卖香港, 他的丑陋, 他的丑恶, 他的恶毒, 全部都显现出来。 其实我要原具奉还给这班, 全部这些, 香港的警员, 香港的官员, 香港的法官, 香港的检控人员, 和所有的地下党, 地上党, 所有垃圾的党员, 给你们知道。 你们全部, 我都建议, 小个国家不要制裁你们。 美国, 大头, 你的儿子女女孙孙孙孙孙孙, 姨妈姑姐, 唐兄妹, 舅父, 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婆婆公公, 旁给你的唐阿表那些东西, 只要和这些人有关, 一定会有很多人。 来到美国, 我们就选择性这样, 请他们, 轻质和政治人物, 鬼佬拍照, 鬼佬你不知道是谁嘛, 你可能和国会议员拍照都没有拍照, 或者是参与一些所谓的特工的训练, 那你去包装一下, 特工的训练是什么呢? 包装了之后呢, 将它订回香港, 接着找人间接这样, 举报这个人, 这个才收到最高的效果嘛, 大哥, 喂, 你这个地方使他们点钱去收钞票, 来这个所谓的制裁, 他们有什么用呢? 这个才是用蟑螂药的方式, 来对付那些蟑螂, 那就是最对的了, 即是他们家庭不和, 离心离德, 互相猜忌, 旁及其他家人, 党与对他来说也会猜忌, 他又不知道党猜不猜忌, 他和党有若职若离, 他和家人全部关系崩断崩裂, 这个才是我们的效果嘛, 大哥, 所以做人要醒点, 顺量如金, 灵巧如蛇, 缺一不可, 对。 《47人案》讲到最后, 就是以法律的审判和判决的形式, 来包装起政治打压和政治清算的目的, 所以我接受有关媒体的访问都说, 这是什么呢? 港版美丽岛大审和他的判决, 337页, 87000字, 很多的被告也都还压了1181日, 到现在1182日了, 基本上是超过三年的时间, 是中国共产党操纵之下的虚假审判, 代数法庭, 简直不知所谓, 这是香港有私利最大的政治审判, 我看回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委员会, 就是CECC, 这个很出名的, 是横跨参众两院, 众议院就是现在共和党做代表, 他就有共同主席之一, 就是Chris Smith, 而这个参议院就是民主党的 当多数, 他现在的共同主席, 这个CECC共同主席之一, 就是Jeff Merkley, 他两个就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 大家看回在网上, 我都放在Facebook那里, 很清楚了, 他呼吁要制裁香港的有关官员, 耶耶耶, 一个重要的讯息和大家报告, 就已经开始了, 即是言由在意, 以为要等很久, 不是啊, 美国最新的消息是, 美国宣布因应民主派, 颠覆政权罪的裁决, 对中国及香港官员实施, 新签证限制, New Visa Restrictions, New Visa Constraint, 那当然啦, 他们都不去美国啦, 我就说啦, 与其这样, 不如我就刚刚讲个照更加好, OK? 当然我欢迎美国这些措施, 但是我觉得, 你拗叫做隔壳疏仰嘛, 所以我不是一个所谓的Sanction的一个Fence, 即是国安的人, 你没有找过, 我不是Sanction的Fence, 我说, 亿你啊, 那些家人呢, 我不是对付这些官员, 亿这家人, 给一些特工训练给你, Send 回来, 亿你, 给钱你, 给特工你, 不是制裁你了, 不是对付你了, 对不对? 给特工训练你了, 拍照而已, 是和Chris Smith, Jeff Mercury, 你不说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样子, 对不对? 找个人和你拍照, 红猫糊糊糊, 拍照, very good, 你不问人士和我拍照, 是你这些人, 警狗那些, 那些家人, 那些那塞, 全部和他拍照, 行, 送回去, 这才是最好, 所以我们有几件事要重视的, 第一, 我重申一次, 戴耀廷, 铁蓬之锋, 和很多人, 就是参与过这个计划, 现在捉了这么多人, 何桂南, 周嘉诚, 陈知全, 很多出名的人, 比如阿婷, 各方面, 梁国雄, 我不能进入这些人命, 47的人, 只是显了16人命出来, 就是很多其他人, 他们本身, 参与这个运动, 想着可以透过《基本法》的条文, 希望在《基本法》的框架之下, 能够得到多数, 可以集体去否决预算案, 而否决预算案, 是一个武器, 是一个超级大的政治武器, 可以使得政府能够接受五大诉求, 如果接受不到的时候, 这是否决预算案, 逼特区的行政长官解散立法会, 之后特区的行政长官也要辞职, 这就是整个玩法, 希望大家有个压力, 政治压力去这样做, 我都说过这个机会是很低的, 我再说一次, 根本上你都可以被DQ, 这个是legally impossible, 不只是factually impossible,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现在整个判决就是不成这些impossibility, 也都不成所有那些, 对于控罪元素的解释, 甚至没有四个控罪元素, 查了两个去, 包括其他非法手段, 和指在颠覆国家政权, 剩下的两个就是组织策划实施, 或参与实施, 和严重干扰阻撓破坏香港特区, 政权机关依法理行职权, 全部都是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任何人想依据中国共产党设定的基本法框架, 去做它的游戏规则, 而真正想推动改革, 或者要求执政者去问责, 基本上都是不得要领的。 八九六四的时候, 我们已经对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完善, 自我改革, 已经放弃希望了。 八九六四的契机, 它没有珍惜了, 然后整个官方和民间, 完全向了歪路走, 向前看, 结尿双巴, 忘尿痛。 那么结果就是什么呢? 就是周少人说, 结了架, 向前看, 但忘尿痛。 周少人暑记起码没有忘尿痛, which is good, 大概那个宽恕是有问题。 但是中国大部分人真的忘尿痛。 很多人都没有了这种记忆, 拒绝遗亡, 中国人没有这种事情, 就是已经遗亡。 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香港人继续拒绝遗亡。 香港人拒绝遗亡之下, 你会发觉到, 这个政权没有办法自我完善。 江湖时代也没有办法自我完善。 它是一个黑社会的集团, 没有办法去变成不是黑社会。 到了这个习近平时期, 不单是没有办法自我完善, 你说一句话他不喜欢的, 你想进间, 你想利用他这些规则的地方, 想做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 希望他能够有所改善, 是问责改革。 你就等于将石头投向老虎一样, 结果你就被咬, 是颠覆国家政权。 所以香港人, 大家记住, 现在要做的是忍, 忍, 忍, 我们要抗争, 我们要用这个时间, 已经有了, 我们先忍一段时间, 适当的时间, 大家会知道, 不需要我说的。 OK? 但你看到, 什么叫做, 不可能依据中国设定的游戏规则, 推动改革和问责, 否则就被人扣上帽子, 会坐牢, 可能坐了一辈子, 可能是杀身之禍。 第二件事就是, 香港是否选对了人, 就是走不了对的路? 台湾的民主制度就是选对了人, 走不了对的路, 选错了人, 走不了错的路。 选有些对的人, 有些错的人, 好像台湾现在的选举, 有些错, 有些对的路。 所以每个人都要为自己选举负责, 这点是重要的。 香港呢? 选对了人, 走不了对的路。 这么多年, 在一个专制的, 或者叫威权, authoritarian, 就是专制的一个制度之下, 什么叫选一? 他连选都不让你选, 你那个假选举里面, 真选举也好, 一些比较极权的就是假选举, 一些比较威权的就是真选举。 无论哪一种, 选对了人, 都走不了对的路, 因为他永远拿不到多数的。 不信? 你看新加坡我就知道了。 所以我更加珍惜台湾的选举, 他们希望, 11月5日, 各位美国公民, 珍惜是你们手中的选票。 无论你知不支持川普也好, 知不支持拜登也好, 你们要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 这点很重要。 好了, 另外就是, 他说, 中共自从2019年11月之后, 市区议会选举85%以上的议席, 是由这个民主派及本土派获得。 他知道香港人, 铁了心和中共对抗, 他觉得中国, 已经视香港为一个, 反共基地, 颠覆基地, 反革命基地, 是一场全民的战争, 是共争当要打死所有作反的人, 先由头面人们开始, 逐步逐步将一些作反的, 有心有不愧的香港人, 一个一个斬除, 要不是的, 就像我这样, 离开这个地方, 那他在海外, 可能继续更多的动吓, 要挟, 对付我们的。 OK? 会的。 但同时, 你不要忘记, 更严重的香港嘛, 在香港的话, 先处理头面人物, 然后逐层逐层获合数的。 所以各位香港人, 不要以为, 哎呀, 那四十几个人为我挡枪而已。 不是的, 这只是一句话, 是整个香港终结的开始。 你不信, 你可以问一下明老师, 明居正老师, 和我的看法, 我们都是一致的, 这方面我觉得是这样, 是悲观的。 但你要看到, 这个beginning of the end, and there will be another episode, and there will be the beginning of the another new episode, 新一集会重新开始。 而你为了新一集, 温存你的希望。 我们这样看, sliding slope的, 而不会停的。 香港情势会不断往下发展的, 但记住, 温存你的善念很重要。 所以我补充这几点, 希望跟大家分享。 也希望祝福世文年的五指都是自由。 我们希望默默为祈祷, 希望我们心灵上得到这个有关的祝福。 这一节比较长一点, 就是说多些六四和四十七人案的事。 我们都密切关注这些事情。 我说这些节目, 可能点击率很低的, 人们不喜欢听悲剧的嘛, 人们不喜欢听一些正经的新闻的嘛, 喜欢听一些, 其实刘世良登的新闻都不是不正经的, 就是喜欢听一些这样的新闻的, 所以我就说我做节目, 不是为点击而做的, 是为这件事的新闻价值而做, 对大家的重要性而做的。 那我们下一节再说其他事, 我知道有一些朋友都希望我说, 川普特朗普的所谓的hash money的判决, 我都要找个时间和大家讲一讲, 希望明天有时间讲, 睡醒先再说, 希望大家努力, 加油, 我们未来很快就会再见面了, 希望大家努力, 六月很精彩, 六月刚刚开始了,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参与每一个, 在每个城市的活动, 如果是香港的, 希望六月四日, 晚上在家里, 自己点亮自己的蜡烛, 在七刻中, 能够去为天安门母亲蜜土, 为六四亡灵去悼念, 也都是铭记我们香港的灾难, 真正正希望有光复香港的日子。 六月九日, 全世界都知道, 是这个反送中五周年纪念, 在台北也有活动, 再说一次, 在台北, 六月四日, 下午两点开始, 在自由广场, 即中正纪念堂里, 会有摆摊档, 我小弟和一些手组, 都会一起在中正纪念堂, 以台湾香港协会的名义, 去摆摊摊档, 希望大家来和大家聊聊天, 和大家互相圈寒问暖, 也都是重要的, 这一点, 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得到, 做得好。 另外, 这个之余, 也希望大家知道, 那天是六四的烛光晚会, 晚上六点四日分开始, 就是在自由广场的地方, 有祝国晚会, 据过往的情况, 基本上有成千人参加, 接位接界七年千人参加, 也有国商之处的展览, 希望大家, 很多谢华人民主书院协会举办这个活动, 也有很多, 包括我们协会有协办, 我们很开心, 能够使得这件事成功。 另外, 6月9日, 就是这个反送中的五周年, 我很希望五周年的时候, 会有新的活动, 果然, 香港边城青年, 会举办一个游行, 详情容巧公布, 地点当然是台北, 详细的时间路线, 有待它正式的公布, 我们看回很多年轻人, 很愿意去举办这些活动, 我也觉得, 未来一定会做到, 大家都忙的, 你不可以要求, 为何你不搞, 为何这个协会你不搞, 为何你今年不搞, 其实希望每一个人都, 每一个人有预力的, 就搞, 这个不是争工, 而希望, 不要脱漏, 如果觉得别人没有做, 为何你不做呢, 为何你不做呢, 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You are asking others to do something for you, 还是你应该要亲手 do something for others, 我希望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神, 献身, 如果有门路, 有些方法, 有些扣赏, 想做事的, 我也希望在台湾各位, 可以联络我, 给多一些ideas, 为何做得更加好, OK, 我知道全世界各地, 我们上次和杰斯的节目都讲过了, 你看看杰斯的频道, 有这个新桑的神州第二集都讲到, 就是刚刚今天播了, 就是关于这个, 各地都有活动, 尤其在温哥华的活动, 每年都是最大规模的, 很多谢温之团, 一直风雨无改, 练练无缺, 一直都是举办这个活动, 坚持宙市生命, 另外看到多伦多, 看到美国各地, 和英国, 也都有各地, 苏格兰, 到英国的伦敦, 到Redding, 各地都有, Manchester都是, 有各地的活动去做, 我都尝试是稍后录一段片, 给在曼城的朋友, 因为曼城的朋友, 有一个要求, 我录一段音, 录一段影, 可以和大家, 说一说六四, 七一的东西, 不是七一, 六四, 和这个四十七人案, 专门童案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 和大家到时先分享, 当然片段是exclusive, 所以我想到时先公开, OK? 希望大家, 温存这个善念, 也希望大家, 共同努力, 先说到这里, 下一次再说, 好少计划, 好多数字? 正好转发, 好少计划,